歡迎大家來到我的店裡面玩耍 這間店是在台北的東區喔 然後我現在要來示範三天的穿搭 首先這是第一天 第一天星期一上班是不是有點悶悶的呢 那就穿上粉紅色的套裝 來讓自己心情愉快 我故意穿上休閒鞋喔 因為休閒鞋可以讓西裝看起來不要那麼正式 然後你也可以拿上一個比較帥氣的森皮包 讓整體呈現一種休閒又很可愛活潑的氛圍 如果你覺得禮拜二想要優雅一點 那你可以穿上黑色的洋裝 或者是分開的套裝 然後黑色的紗裙搭配黑色的背心剪裁 兩個加在一起就有優雅的感覺喔 什麼顏色會讓人家覺得很舒服又很大方呢 當然就是黑色啦 所以你衣櫥裡面可以不吝嗇的多準備一些黑色的單品喔 然後這件其實是一件連身褲 你可以搭配高跟鞋 或者是跟我一樣搭配休閒鞋 那黑色的休閒鞋呢 跟黑色的套裝加在一起 就不會那麼的正式了 你看紗裙搭配的平底鞋是不是也很好看呢 那這幾天你打算穿什麼去上班呢 你看紗製搭配的平底鞋